新庄幸福里长陈品坤在当选之后 有关里内的环境还有路牌等等的建设问题 在他极力的打造之下已经获得了改善 至于交通问题里长回应表示 这是他下一步主要整顿的重要课题 陈品坤自从当选幸福里长后 就一步步逐步改善里内新气象 而究竟在这一年多内陈旅长做了哪些事情呢 里内这些那个指示牌 以前那巷弄都没有指示牌 现在都有了 人家都觉得这个是很多 因为有时候你没有指示牌 外面来的亲朋还有都不知道怎么找 还有我们这样里内 像我们中港大牌那边 就增加一些那个机车格还有座椅 也就是身为幸福里的一份子 所以他更清楚接下来里内急欲整顿的是什么问题 现在就是有时候要像我们昌盛街这边 一些那个交通可能要稍微整顿一下 因为像昌盛街这个都车子都停了很乱 这个像我们现在那新北市政府也有时候要来整理 或许里长明白要改变大家的习惯不容易 但昌盛街终究是里内最大的通行道路 若并排停车 施展车位问题不解决 再大路面 路权还是不会回到路人身上 而这也是里长要面对的挑战 未来他会用拱狼精神 一一向民众沟通 取得最大的谅解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